清朝有各大将军,顿顿都吃白菜,雍正知道后,立马下令将其斩杀。 我国帝王有很多未有的名垂青史,有些则一臭万年,这与他们当政期间作处的功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其中雍正,一直都是被称作始千古一帝的因为他统,致时是极其清廉的并真的设身处地,的为百姓着想暂时大家不知道的是其。 时雍正当政期间当时很多文人默克,是将雍正比喻,成是周廊般昏庸的这时雍正般部的法令,将大臣的油水都变少了。 所以大臣们对雍正是很恋恶的就出钱,让文人故意写这些文章,标签,雍正,白菜,大将军,唐文瑶,斩杀,当年其实还有一件其实大家都在, 知道雍正喜欢清廉的大臣,但是有一年雍正却突然下旨要处死大将军唐文瑶,这位唐文瑶可是每顿都只吃白菜的这般清廉,为何还要处死呢? 其实是因为当年雍正听到风声,说唐文瑶只不过是装样子,但是本人其实是个罪大恶极的贪官,于是皇帝派出自己的亲信去调查。 此事调查之后,唐文瑶确实是每顿都只吃白菜,但是这个烧这个白菜的柴火,是人参白菜中,是各种名贵的药材,而且吃药最新鲜的白菜,心试用这种奢侈程度,真实惹怒了雍正而且表泪不羁,也是让雍正十分气愤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